大家好,我是Judy,百德商街分享的 我之前在汇丰加入的时候 就是一个General Banking Officer 接着就晋升成为一个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 现在就是一个Associated Relationship Manager 我觉得汇丰银行就是比较多的晋升机会 它其实on the job 也有很多training 所以其实我都很希望加入汇丰是我的一份子 其实在汇丰工作 其实它给了两大条件我们 第一就是有个job satisfaction 因为对每一位客人 如果你当在他身上可以帮助他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拿到很大的满足感 第二,汇丰的incentive screen 其实都做得非常之好 这个其实很全面 而且很丰富 所以令到我们每一次都会朝着这个目标进化 其实我都明白 每一个地区或者每间分行 都有不同的resources planning 以我为例 其实在晋升的期间 我们其实都调了几间行的 所以其实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要适应不同的同事 适应不同的客户 或者任何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真的遇到了很大的 或者挫折或者challenge 不过很开心我都得到很多同事的帮忙 例如有我们的DD Division Director 我们的BM Branch Manager 还有有些IS的同事 就是insurance Specialist 他们都会给很多支持我 比如他们会帮忙 有继续联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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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想找有些客户拿着美金 我们可以有些方法去 去刷备到这些东西 其实就帮到很多手 另外我们自己都会有些 叫做event trigger 就是说每一天 其实他都会有些提示 我们譬如这个客户今天生日 那你到期你要打给他 叫做event trigger 或者是譬如他有基金的时候 有机会会有赠 或者是亏 他都会有些提示给我们 那这些其实就很帮到我们 去做一个生意 其实银行的sales center 其实是非常之帮得手的 各位新同事 记得做好自己的崗位 那机会在此了 希望大家努力